台東今天發生了一起牛隻 衝撞人的意外 一名婦人在台東車站附近空地 因為看到了母牛帶著小牛 十分可愛 靠近想要拍照 結果被母牛的牛腳頂撞攻擊 專家則提醒動物本來就有保護柚子的 本能 一定要保持距離 婦人表情痛苦 被抬上救護車 週三上午 她經過台東車站附近 這一處空地 看到民眾放養的大黃牛 身邊跟著一頭小牛 她覺得十分可愛 想要拍照 一靠近 拿起手機就被母牛攻擊 附近民眾說 之前就看過這處閒置空地 有人放養牛隻 有時候沒有用繩索拴住 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意外 所幸婦人意識清醒 沒有生命危險 台東縣動物防疫所表示 在當地 其實有不少放牧的牛隻 這起案例 可能是因為民眾太靠近 導致母牛擔心小牛會被攻擊 防疫所分析 動物除了有保護柚子的母性 還會有領域感 民眾如果靠近 又拿起手機 有揮動手的感覺 容易讓動物誤以為人類侵犯領域 並且要發動攻擊 自然就會有防禦的反應 G9 綜合報導